代先生是一家装修公司的副总经理 符案搞设计是每天必须面对的工作 经常为了钻研一个细节 几十分钟都保持同一个姿势 工作时间唯一的运动机会 就是站起来去接水喝或者是去卫生间 一天 代先生工作时感觉到腰部隐隐作痛 他觉得可能是久坐的关系 于是站起来伸伸腰 活动了一会儿也没放在心上 但接下来的几天腰疼的问题经常出现 尤其是闲下来的时候 这种疼痛就特别明显 周末 代先生难得休息一天 吃过午饭后他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机 收看自己喜欢的节目 就在这时 代先生的腰部突然出现了剧烈疼痛 这种刺骨的疼痛让他痛不欲生 躺着也不行 跪着也不行 无论怎么变换姿势都缓解不了 看着代先生疼得整个人蜷缩成了一团 他的妻子赶紧过来帮忙 可妻子的手刚搭到他身上 代先生就叫不要碰他 见到这种情况 在医院工作的妻子做了简单的检查 推测代先生很可能是患上了肾结石 来 咱们得去医院 走 走走走 于是顾不上他的疼痛 赶紧搀扶着代先生去就医 乘车赶去离家最近的医院路程不过两公里 只需要经过两个红绿灯路口 但是代先生依然坚持不住 中途还下车吐了一次 没事吧 到了医院 代先生疼得只能靠着墙壁蜷缩成一团 经过检查 引起代先生腰痛的原因果然是肾结石 这个先生得的是肾结石 但同样都有腰疼的感觉 但是大家看到了这么坚强的一个男子汉 因为腰疼 折磨得已经是痛不欲生了 那今天咱们跟大家来说说我们现在出现的腰疼 有没有可能是肾结石所引起来的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于清华大学附属北京 清华长庚医院的李建兴主任医师 掌声欢迎 您好 李主任 欢迎您 主任好 各位嘉宾好 李主任 肾结石到底是怎么回事 肾结石又和腰疼有什么样的关系 肾结石是我们密尿外科的常见病多发病 患病率大概能够达到百分之十 所以还是非常常见的 它实际上是我们人体异常矿化的一种表现 形成小结石之后会引起腰疼 这种疼痛是非常有特点的 不同于其他的这种腰腹部疼痛 它引起来的腰疼是从腰部开始 可以向下腹部和会音部放射 它疼的原因主要是 这个结石在移动的时候呢 引发一个肾瘀和树脚管的痙攣 这种痙攣性疼痛是非常的强烈 一般很难忍受 可以伴有大汗 恶心 呕吐 等等的这些症状 我们可以结合一个道具 帮助大家来理解 好 来 请上道具 这是一个肾脏 然后呢 这一个区域是肾瘀 然后这是显示我们树脚管 引流肾脏尿液的 从肾脏引流进入到膀胱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小石头呢 它可以比较顺畅地排空 很顺畅地就流下来了 对 特别地顺利 到什么程度就会引发 我们这么剧烈的疼痛 如果这个结石比较光滑 它可能一次就排出去了 如果这个结石体积比较大 比如说六个毫米 七个毫米 然后又不光滑 所以它就有可能这样的 走走停停 然后反复多次的伸脚疼 就能表现出来 所以它走的每一步 都非常的艰难 好 到了这个顺畅的地方 它终于滑下来了 对 它走的每一步都很艰难 你说的对 因为正常 这个开口的地方是一个狭窄 然后和卡血管交叉的地方 是一个狭窄 然后进入膀胱的地方 又一个狭窄 所以这个小结石要排出来 要通过这三道关口 所以才能排到膀胱 从尿液当中排出去 我们正常人体的树窄管 只有五到七个毫米 换句话说 就是说小于六到七个毫米的结石 可以比较顺利地排出来 但是它排的过程当中 它可以走走停停 所以每一次走 都可能会引发一个 剩余树窄管的这种痉软 这个管子是已经被我们 放大了无数倍的 但实际上它在人体当中 只有五到七个毫米 那就相当于 我们那个圆珠笔芯 差不多就跟圆珠笔芯 是一样粗细的 和我们圆珠笔芯差不多 那非常非常的细 对 我们可以再拿到一个 真的结石给大家来看一看 好 这个小盒子里面呢 是我们手术当中 取出来的结石 这个是真的剩结石 这个结石比较大 我们经过手术 把它打碎取出来的 我们拿过去给嘉宾看一看 让他们近距离来感受一下 这个是真正的人体当中 取出的圆结石 你看什么样子 这就是小石 这不是路边花丛里 抓了一把放进去的吗 这不是 这确实是我们手术当中 取出来的石头 这还是已经震碎了的 对 它实际上呢 更要大 大概有 这个病人呢 结石有四五个公分这么大 对 这个石头全都是非常尖锐的 是 像什么呢 就像是无数根刺 长在了一个圆圆的石头上 如果超过六个毫米 比较难排 它就会在肾里面呢 不断地有药的 这种结晶附着在上面 它就会继续长大 这就是长大的肾余结石 不能自行排出了 然后呢 造成梗阻 然后肾里面就会激发 很多小的结石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是带着这么多尖锐的 触角的石头 划过我们特别细腻的肉的时候 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如果要是石头经常停留在这个地方 它又带着那么多尖锐的角 它会不会划伤肾脏 也给肾脏本身带来一定的伤害 对 这个结石呢 可以造成肾余粘膜的炎症反应 还可以激发感染 这个样子呢 炎症反应和感染呢 会影响到肾脏的功能 如果这个结石 梗阻再合并有感染 那梗阻与感染双重因素的影响 对肾脏功能影响非常大 影响到肾功能 这可就不是小事了 对 我们临床上呢 这种病人非常的常见 肾脚疼发作之后 然后出现这种典型的症状 到医院来就医 但是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呢 疼痛完全缓解了 然后病人就回家了 以为是没事了 对 以为是已经排出来 或者是我不疼了 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呢 等它下一次发作 或者是在健康体检的时候 再来看的时候 因为这个结石造成的梗阻 严重的积水 肾脏功能丧失 这种情况非常的多